今天海股市中小学幼儿园正式放寒假 日前海股市教育局发布至师生家长的一封信 倡导师生家长遵守防控要求 开学前一律不得提前返校 返校时必须遵守学校的防疫管理规定 至师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提到 师生家长要服从居住地疫情防控管理 减少人员流动 非特殊必要情况 不得前往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不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活动 提倡在岛内过年 提倡网络 手机 电话外年 个人家庭聚集最好能够控制在10人以下 信中提醒 请务必按要求做好吃住行 游购鱼 各个环节 个人防护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谨慎选购处理冷电食品 不从中高风险地区和国境外网购 海淘物品接收快递包裹 在家清洗冷电食品时 佩戴一次性手套 打开货物前用酒精对其包装进行消毒 根据要求 个人及家人如有发热 干咳等症状 立即就紧就诊 第一时间向学校和有关部门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防止 Oftentimes Otherwise 订阅 肆新奖